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市价叉 是吧 那我们说牛市价叉它是用什么东西来构造这个牛市价叉呢 就是用扣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想说用扣来构造一个牛市价叉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用put来构造一个牛市价叉 对 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你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先说这是什么 说的什么 说的扣 这是什么 蓝扣 完了成为什么 我们把它称为牛市价叉 那我问你这两个合成之后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一个牛市价叉啊 你会发现我们说他把什么东西给关注了 就是他是不是这样一个我们说牛市价叉我们说最大最大就是到这亏了是吧 完了呢最大最大盈利到这了完了中间呢他是随着变化的那我问你他想要干什么 我们说是什么情况下他就亏损了就是股票价格在k1之下的时候就亏损了是吧 k1到k2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大于k2呢 就赚钱了是吧 那赚的钱是不是这样无限呢 不是就大于k2已经平了就到这儿到头了是不是 那我问你他为什么叫牛市价叉呀 就是你做这个你是想在这儿吗 不是是吧你是想赚这个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的好处就是说最后最后最坏也就到这儿了是不是 那我们说牛市价叉这里面用看涨期权来购到呢 牛市价叉实际上是把你的最大盈利和最大亏损都锁定了 当然你要的其实更想要这种情况什么出现是吧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小于k1的时候是平的 完了k1到k2之间这样一个上升的 完了在k2之上就什么平了 书上有他的那个不同的这个股价的那个三个阶段的那个payoff 当然这里面因为我们是考虑到有有期权费嘛 所以他都是用的是profit没有用payoff 那看那个 你会发现他平常还叫牛市价叉呀 就是因为你想在牛市里面赚钱 牛市里面我们说股价是什么什么趋势啊 去年大家都经历了啊 而且说快牛啊上升非常快 是不是你想在这个地方你能赚到什么啊 赚到钱 但万一你要看走眼了呢 亏这么多是吧 那我问你这个用看跌齐全来构造的牛市价叉 这个是什么 lump put 完了什么 short call 是吧 那我们想说在牛市行情里面 其实你既可以用call也可以用put来构成什么 来构成牛市价叉是吧 那我们说是不是这个世界变了 对吧 怎么变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时候好像股价再怎么样 下跌对吧 那股价再下跌 我们通过这个合成头寸 我们也可以赚钱是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用什么东西 你看刚才我们牛市的时候 是不是先看涨期权先冒出来的 这个呢 看涎期权先冒出来了 那我问你这样一个熊市价叉 它里面有几个头寸啊 两个 先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lump put 这是什么 short put 完了呢 完了最后是这样一个样子 那我们实际上说 你最差最差亏损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你就亏钱了 就是这个 注意我们都说的是欧式的 ST大于K2的时候就亏钱了 是吧 K1到K2的时候就随波逐流了 是吧 完了等到小于K1的时候呢 你就赚钱了 这是什么 这是熊市价叉用看涨期权来构造的 那我们看一下 那对了 刚才说那么热的 这个K1 K2是什么东西 执行价格 那这里面大家会发现 刚才我们讲了几个价叉了 牛市的两个 熊市的两个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牛市那两个和熊市那两个是不是我们说构造价差的时候要么就是看涨期权要么就看涎期权 那那个看涨和看涎期权的差别在哪儿 执行价格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 肯定不是说看涨吗 这是一个Long什么 Long Call 它的执行价格是什么 K2 这是什么 Short Call 执行价格是 K1 其实刚才也是一样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里面得出一个 说对于这个牛市价叉和熊市价叉 就在构造牛市价叉一号熊市价叉我们都是只用看涨或者是只用看跌 但是在这个里面看涨期权的两个头寸和看跌期权的两个头寸 就是看涨期权一个多一个空 完了那个什么地方有差别 K1K2就执行价格有差别 那我现在问你在这样一个用看涨期权的熊市价叉里面 我们Long的那个是执行价格大的还是小的 Short那个什么 Core是执行价格小的 大家先把书翻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下面这个东西 同学会发现这个积木越大越复杂了 翻开书看看 因为书上它都给你注明了谁是谁 那我们现在看228页 我问你这个 刚才讲的是牛市价叉熊市价叉用看涨期权和看电期权勾到的 是不是 就是告诉你牛市的时候你怎么赚钱 熊市的时候你怎么赚钱 如果同学认为是慢牛的话 那我们现在应该构造什么策略 牛市价叉 那现在大家发现没有 又出来一个新的一个叫什么 盒子价叉 我也都不知道中文这翻成什么了 就原文就是盒子 你看一下这个盒子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说了它叫盒子 它里面应该就是有点就是把它关在盒子里面的意思是吧 那同学说刚才那个牛市价叉和熊市价叉不也是关在盒子里面是吧 最大那个盈利和最大亏损都确定了 那我们看一下那这个盒子价叉就更神奇了 它里面是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里面又是一个你看它是怎么样把它组合起来的 就是在这个盒子价叉里面它有什么东西啊 牛市价叉 但这个牛市价叉它是用什么东西来那个构造的 是牛市看涨期权价叉是吧 然后这边是一个熊市看跌期权的价叉对吧 那我们说当所有的期权都是欧式的时候 这个盒子价叉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说的比较通俗点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了一个无风险资产了是吧 因为它实际上它的价值就是两个执行价格减了以后再折现一下 就是这样的 注意啊 那要是美式的话就不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头寸里面再构造了美式期权的话 就不像这么好研究了 因为刚才我们同学看到我们研究的时候 什么也不管它是吧 你看见没有 我们都是用的什么 ST是吧 而且大家如果细心的话还发现 刚才我们就这么把它往这一落了 是不是 说明这些期权都是什么 都是欧式 都是同一个到期日 它才能够在同一个ST的情况下 明白吗 不是说是 你的这个时间在这 我的那个时间期限根本都不一样 对吧 就像宋老师的18岁跟你们的18岁肯定不是在一年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声明的话 那我们说实际上都前面这个像这里面其实倒腾什么东西 就这个 倒腾什么 有没有倒腾看涨期权 他不就一个看涨也没折腾看跌是不是 那主要在倒腾什么 倒腾看涨期权的多空 完了在这个多空里面执行价格 不同 对了 就像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说 怎么变啊 对变化无穷就在这 那我问你那你搞这个盒子价差是干嘛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原来那个派优加派地变成一个 无风险资产 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为什么 因为K1K2定了以后 它的折线 也就定了啊 那注意美式可就不一样了 一会儿同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一会儿我们要卖的那个期权 你看一看那个期权 是不是美式的啊